发货前的检修 检修之余 我们来瞧一瞧这一套的木纹之美之经验 首先大瓶结 这样一对纹看 这两瓶完全像外星人一样 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在里面 这个在白酸枝当中不常见 在黄花梨当中也不这么常见 所以能开出这样的板 就这样的大瓶机 也是足够幸运的 我们调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它又像其他一种生物了 所以这个自然的木板 我时常说比机器雕花要好得多 要赖看得多 机雕第一眼看起来很大气 但是看多了之后就觉得很繁琐 这个就是跟黄花梨一样 称作鬼脸的 那还有这个 跟黄花梨也一样 称作芝麻点 跟海南黄花梨非常相似 所以第二个黄花梨的美誉 它呢是可以拥有的 就白酸枝而言 长沙发 它的以指纹为主 也就是竖节的位置 竖节的位置 它才有这种一块一大块的 有朋友懂白酸枝的就可能要问的 为什么我们做了白酸枝出来跟国内鲜油或者其他产地的完全不一样呢 它们做的是偏小细纹 而且颜色偏黄 其实有一种工艺啊叫漂白 那白酸枝它并不是每一种料都是像黄颜色 像黄花梨那种 大部分就是这种偏红色的啊 漂白完之后就成了黄花梨 还有一点 那就是 不是所有的平板都不由赌板 就拿这两块靠背板来讲 一幕对开 作版是赌板 但是我们这样一对比 作版的木纹就逊色的多了 它单单只有一些小黑金 在这里对吧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鬼斧神功千变万化像闪电 还有像另外一种物体等等啊 自然的木纹给人的感觉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我觉得这个像外星人 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像其他的物种 对吧 好 今天的视频